消防队员紧急拉水线涉水磨泥灭火 这里是七堵区六堵里内 靠近明德二路41号附近 铁路旁大约有将近30户住家 因为道路狭小消防车进不去 因此消防局七堵分队特地在这里举行消防演练 这场演练也受到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和六堵里长于良顺的肯定和感谢 交往第二大队来我们明德二路 这边实施了火灾抢烈演绩 那也希望借着抢烈演绩的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切丝能够及时的宅劲 万一我们真的不希望发生了一天 但是若是有这么的一天的话 我们也借这个演绩的话 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到达现场来实施抢救 来保护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 我们做这个消防救护演练 是非常巨区的 谢谢张议员金林道长来关心 希望有关单位加强救灾救护方面的工作 感谢有关单位谢谢你 市议员张耿辉进一步表示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进行消防演练才能够在万一火警发生时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